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将与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在夏威夷举行会晤一事 今日做出回应 外交部换人赵立坚说 中美外交渠道保持着沟通 如果有进一步消息 我们将及时发布 官方不公布也不否认的回应 更引发外界揣测 据《苹果日报》报道 美国新闻网站Politico 于12号引述两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 透露蓬佩奥正在悄悄制定计划 到夏威夷会见中国官员 有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 南华早报已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称 杨洁篪与蓬佩奥将分率代表团 在夏威夷会晤 相关细节和日程仍未决定 报道也有称 1月15日中国公务院副总理刘鹤 与川普在华盛顿签署贸易协议 之后两国再无高层面对面的直接往来 这次会面可能意味双方都在试图改善 目前糟透的双边关系 美国之音引述的分析认为 彭炮与杨洁篪若然成功对话 会谈的议题将以轻重缓急的顺序来推进 目前显然最紧急的是港版国安法 北京急着要在香港推出 而美国以名言 一旦推出美国将会进行严厉制裁 据指彭炮与杨洁篪的沟通渠道一直没有断 今年两人分别于1月29日 3月16日 4月15日通过化 中美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之际 杨洁篪曾于去年8月13日到12月7日 与彭炮举行闭门会议 蔡奇开闸拔三官 保自己全身而退吗 新发地万人隔离官场 北京第二次爆发新冠病毒疫情 本周日北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例 新增8例 传染源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丰台区副区厂等三名官员因此被免职 京城周边10省市发出禁止民众进京通知 京城各医院传出 潜在接触过病毒的人可能有十几万 有几十万 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抢新一步 在中央下令之前提前宣告北京市进入非常时期 14日下午更开市委常委会 迅速将相关的三名官员免职 综合媒体报道 14日下午的会议就是针对 丰台区防疫工作失职失责人员进行调查和处理 由蔡奇主持 首批被免职的三名官员是 丰台区副区长周宇清 丰台区花香党委书记王华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岳林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落实 四方责任不到位 四早要求不利 消杀工作不到位等问题 对于蔡奇宣布北京进入非常时期 法广报道分析指出 当局如此重视除了武汉疫情引发的后怕效应外 显示和北京的特殊地位有关 因为蔡奇13日主持召开的这一防疫会议 开门见山就说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如果这不是一句套话的话 那么习近平对这位掌管首都的亲信肯定下了具体指示 蔡奇历来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代表之一 2017年11月18日 北京市大兴区西洪门镇的巨幅员公寓发生大火 造成19人死亡 8人受伤 事后在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导下 北京市政府已拆除违建 及取消安全隐患为由 大搞驱除低端人口行动 引发强烈争议 不过此番蔡奇迅速处理官员 被指示找替罪羊 新发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为北京提供七成蔬菜和水果 疫情爆发后市场内大量的水产和蔬菜水果被禁止出售 商贩忍痛销毁 网民上传微信圈的多段视频显示 一商户正在销毁鲤鱼 另有新鲜蔬菜堆积在垃圾站 蔡返说 你看看多么好的香菜 可卖四元多一斤 全部扔掉 倒掉的油菜 全部是好的菜 商贩说 全部活鱼 全部扔掉 7500斤 截至本周一 中国至少有10个省市向市民发出警告 要求去过北京的民众立即到居委会报到 警告民众不要前往北京 哈尔滨 大连 沈阳等地居委会用小喇叭向居民喊话 呼吁近期去过北京的人立即去居委会登记 新冠病毒目前已在全球造成近43万人死亡 770万人感染 估计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禁于中国政府刻意隐瞒疫情 因此外界无法得知北京疫情的真实情况 习近平生日党媒送大礼 习思想与马克思齐名 今日是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7岁生日 昨天则是美国总统川普74岁生日 世界两大政治巨头前后脚庆生 在今时中美全面对抗大背景下 引发外界热议及比较 据苹果日报报道 今日是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生日 因北京再报武废疫情情况危机 习家军在其治下的北京市宣布 启动疫情防控战时机制 表示要从严从快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便向给习送上一份另类生日贺礼 不过据官媒报道 习近平过往几天都不在北京 一道基层考察为名 离京避疫 官称习本月9日在宁夏考察调研 了解当地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情况 但此后多日官媒没报习的行踪 习近平去年生日时适逢外访卡克吉时 出席在杜尚别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峰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送上六六大顺生日蛋糕 但今年遇上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相信习近平要留在国内过生日 各大中国媒体今日未见有关习近平的报道 微博亦不见有人张贴出祝贺说话 但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机关报 《学习时报》则发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提的评论文章 将其与马克思大擦习近平的鞋 送上这份低调的生日礼物 而外媒在习近平生日这天 则用另一个形式增性 最新一期新闻周刊用了习近平 生吞香港的漫画做封面 见其吞食香港屈灰 养紫荆的同时 嘴边花瓣变成习近平獠牙 旁边的碟子就放上青天白日旗 封面启提北京吞食地区自由 谁是下一个目标 不知道习近平如有机会 见到这些生日礼物时 会有什么感觉呢 而川普生日如何度过 未见白宫报道 不过以色列政府送了他一份生日礼物 今日俄罗斯报道称 川普生日当天 以色列宣布为其所占领叙利亚 葛兰高地命名为川普高地的犹太人定居点 付款约230万美元资金 报道用总统先生生日快乐做标题 此外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 棕榈滩海湖庄园一带 所有车队及船队巡游 为他送上生日礼物 多架开棚车与电单车 以及多艘船支当日在市内高速公路 和沿岸巡游 部分挂起支持总统连任旗帜 另有一批反川普人士驾驶开棚车 抗议种族主义要求改革警队 时事评论员刘瑞韶向苹果表示 文章在习近平生日当日刊登 完全是帝王化 是神话 有早前透过学校教育强化 习核心思想到现在 称习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都是神话习近平的系列工程 文章为习近平歌功颂德 塑造形象 主要是想在中共二十大前 于各个领域中将习神话 但文章反映习近平在各种问题 没有实质贡献 只能靠文章包装自己 刘瑞韶进一步指 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四项基本坚持 曾提及坚持必须坚持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但实质最强调的是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他坚持已扔在一边 现在吴端端提出 习近平是伟大马克思主义者 全部是一个接一个 在二十大前将习的形象省亮 他相信未来还有更多文章 歌颂习近平的各个领域 甚至细化到赞扬习是伟大教育家 毛泽东思想继承者等 美国两大航空货批复航 中美航班数量将翻倍 据路透社报道 中美航班运营有了新进展 中国日前批复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和达美航空恢复中美航班 美洲各运营两班 两家航空公司已经获得上海市 疫情防控保障能力 确认寒 国内媒体财新周一引述上述上海接收 经疫情防控控控制能力综合评估 批复美联航7月6日起直飞旧 6月18日起直飞西雅图至上海的国际航班 每周两班 报道引述达 达美航空表示 最终直飞时间和航班频次 尚需民航总局批复 原本6月18日的直飞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现在在报批6月27日的首班直飞 中美双方近来就运营中美航线问题 进行了多次博弈 中国民航总局新闻发言人雄杰上周表示 5月份民航主要生产指标 降幅较上月大幅收窄 目前正与相关国家就调整 国际客运航班事宜进行沟通 与相关国家的航班近期有望适度增加 中印如战 印度兵力地空占优势 中印边境自5月以来爆出多次冲突 关系相当紧张 这也让两国的军事能力备受外界瞩目 依照美国先前曾发表一篇研究分析 中印如果开战 印度是具有极高的优势 由于在1962年中印之战失利后 印度一直以中国为目标部署战力 即便中方拥有强大的飞弹 但在兵力调度上却受到限制 这恐难以弥补其劣势 据法广引述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 中国印度如果开战 美国研究兵力大胜的是印度 报道指中印边境近日动荡不安 紧张局势升级 而根据美国今年初研究的报告显示 中印若开打比起解放军 印度更具有优势 据印度TODAY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 贝尔菲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 针对印度与中国的武力战略 在今年初发表一篇论文 内容指出印度有经历 中印之战战败的传统优势 因此不断以中国为目标部署其兵力 将是印度在中国边境可调度的军力约为22万5千人 而解放军则有大约20到23万人 该报道说尽管解放军看似能动用的兵力大于印度 但研究分析这是有误导性的 中国军队有些会分散在俄罗斯任务 新疆和西藏的叛乱无法专门针对中印开战 且中国大部分军队都在距离中印边境较远的地方 与执行单一防御任务的印度军队兵力却有落差 研究也提到中国空军部署的问题 据资料显示 印度专门用来对付中国的战斗机有112架 解放军西部战区司令部则有101架第四代战斗机 但有些战机还需要用来提防俄罗斯 加上印度飞行员实战经验比解放军更为丰富 这让解放军在空军战上会过于依赖地面指挥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由明镜电视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节目 中国新闻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时段的明镜新闻再会 人学的小光洋 人学的小光洋 就完成声 衣套 这是�26分之一 供到酵 点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